根据一份檀香山地区法院公布的最新起诉书 日前在夏威夷街头被迫化学液体的中国籍女教师伤势严重 可能已永久性毁容 本案嫌犯29岁的巴斯蒂安·马赫万 1月29日在檀香山地方法院首次出庭 被控二级谋杀未遂以及一级攻击罪 保释金为200万美元 据悉嫌犯马赫万是警局的常客 事发前一天 他才以8000美金保释金获释自10月以来 他就因被控三级袭击罪和持有毒品罪 被关押在欧湖岛社区承教中心等候审讯 受害者已被确认为25岁的张丹英 是欧湖岛玛丽诺学校的一名中文教师 自2022年起通过一项国际交换项目来到学校任教 根据法院文件 医院急诊室医生表示 张丹英身体大面积出现严重烧伤 在医院进行插管时发现 化学液体进入并烧伤了他的嘴巴和喉咙 他的肺部也出现了陷落 他脸的大部分以及身体 腿和脚多个部分被烧伤 以造成永久性毁容 并且脸部和身体大面积需要进行皮肤移植 汽车制造商的丰田1月29日发布一项紧急声明 因旗下三款车的安全气囊可能发生爆炸 要求在全美范围内即刻召回约5万辆车 车型生产年代介于2003至2005年间 丰田对三款车发布了请勿驾驶警告 包括2003到2004年的Curolla 2003到2004年的Curolla Matrix 以及2004到2005年的Rev4 这些车款安装了高田气囊充气机 由于系统太过老旧可能因为碰撞 甚至在未受撞击的情况下充气并爆炸 喷出金属碎片并危及驾驶和乘客 丰田提醒请勿驾驶这些车辆 直到完成免费召回维修 并建议车主主动联系当地经销商 将有专人道府维修或将车辆拖往保养场 脑机接口公司Norolink创始人 埃隆·马斯克1月29日在社交媒体上表示 该公司已于28日完成了首例人类患者大脑芯片植入 目前患者恢复良好 初步结果显示神经元尖峰检测很有希望 马斯克介绍说 这款产品名叫心灵感应 只需思考即可控制你的手机或计算机 并通过它们来控制几乎任何设备 最初的使用者将是那些失去四肢的人 可以想象一下 如果使地分货金的沟通速度比打字员或拍卖师更快 这就是我们的目标 Norolink成立于2016年 旨在通过手术向大脑中植入计算机芯片 将人类大脑和电子设备相连 再利用电流让计算机和脑细胞产生互动 最终使瘫痪患者恢复运动功能 治愈帕金森病 阿尔茨海默病等脑部疾病 以及帮助恢复失明患者失利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